记者中志凯台北报道 60岁阿吉在金路彬彬首 当年他以命运的吉他唱红大街小巷 金他却说音一粒一修影响 经济又亮红灯 连第二春老婆林鼠美都叹 今年真的收入稍好多呀 阿吉在拼发片 翻设字脸书 阿吉在家只一算 他往年尾牙都可接个六场 不料今年居然还没破蛋 而且据他所知还有不少艺人 状况也差 都接不到尾牙场 很多厂商也倒闭 让他十分心痛 且之前阿吉在音选举 缘故欠债3000多万 金说还剩100多万未还清 而且他念大二的儿子 又是读私立大学 将来还规划复日交换 又是一笔沉重负担 多方开销压力又得还债 阿吉在决定投奔中国赚人民币 欠他这密西五百万资金 希望在中国发单曲 且唯一应和中国市场 他当然不是操台语 而是改唱普通话 希望一曲在中国爆红